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的 狠的是代表我们跟人的关系 直的是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在信仰里面我们需要有 神与神与人的关系 我们每一天QT 每天读经就是跟上帝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然而我们跟人的关系呢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好像在那个地方单打独斗 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 属灵的伙伴 弟兄姊妹 你有生命中的属灵伙伴吗 祂可以陪伴你生命中的喜怒哀乐 祂能够陪伴你走过生命中的悲欢离合 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伙伴 是何等美好的事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以西节书九章一到十一节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 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 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 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 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间戴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 站在同祭坛旁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坡上 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神将那身穿细麻衣 腰间戴着墨盒子的人招来 耶和华对他说 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赠之事 叹息哀哭的人 画记号在额上 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 要跟随他走遍全城 以行击杀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 年少的 并处女 婴孩 和妇女 从圣所起 全都杀尽 只是凡有记号的人 不要挨尽他 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 他对他们说 要误会这殿 是院中充满被杀的人 你们出去吧 他们就出去 在城中击杀 他们击杀的时候 我被留下 我就伏伏在地说 哎 诸耶和华啊 你将愤怒 清在耶路撒冷 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 极其重大 遍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冤屈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 故此我眼必不顾惜 也不可怜他们 要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那穿细麻衣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 将这事回复说 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在以西结束的第九章 我们看见 神就慢慢地离开圣殿 而且越来越描述 越来越传神 第九章第十章都讲到这样的事 在第三节 他说以色列的荣耀 本在基督伯上 现经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神的灵 神的荣耀离开了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们慢慢看圣经就知道 神的审判就进来 那么神的审判进来 就透过了一个穿细麻衣的人 来做一个记号 他带着墨盒子的人来招来 接着就开始有记号 有记号的人 就不被受到这些刑罚 这件事情让我们想起 玉月节 在《出埃及记》里头记载了 当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 离开埃及的时候 法老王他的心意 不断地在那个地方来变换 一下子说要让他们出去 一下子让他们不要 所以神就兴起了十灾 而最后一灾叫做党子之灾 这个灾最后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就是这个灾 在那天晚上 所有以色列人的家庭 他们用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 当面面的天子走过的时候 看到那个记号就玉月过去 这个就是玉月节的由来 弟兄姊妹 玉月节的那个记号 门楣上的那个羊血的记号 成为帮助 成为拯救 而今天也是如此 以色列在异象当中 看见了有一个戴着 墨猴子的穿戏麻衣的人 他就把这些人 这些好像因为 因为这些不对的事情 可真的是哀哭的人 就画记号在他们的额头上面 这是个记号 这是个记号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圣灵的记号 我们都有圣灵的记号 而这个记号 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把这个记号 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当的当中呢 我们看见 当神的荣耀一离开 那个记号就进来 因为神要保护有记号的人 我们有圣灵作为印记记号的人 我们更是需要 更是需要 有这样子的一个警醒的态度 正如今天我们穿上 我们的属灵的衣服一样 当人看到我们 圣经说我们就是 能够看见那个基督心香 就认出我们 就是神的儿女 耶稣说我们彼此相爱 人就可以认出 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一样 我们有这个记号 我们有这个记号 有一天主日之后呢 我就是出去办个事情 就在这个店里面 在这个超商当中啊 我穿着这个牧师的衣服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看着我 说牧师 牧师 我东看看西看看 好像他就在叫我 然后我就过去爱敬他 我就你们是哪里 然后他们就跟我自我介绍啦 他们也刚参加完一个聚会 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啊 然后他说 我穿着衣服 就是牧师服 哎呀 我当时还没有议会过来 我穿的是牧师服 我就赶紧出去办个事 弟兄姊妹 我们是有圣灵印记的人 当人看见我们 就能够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当神的荣耀慢慢离开 其实我们的心 好像有些的怅难 然而到了以西结书的第45章 让我们知道 神的荣耀回来了 神再次回来 是没有离开他的儿女 正如神也不会离开你一样 姚子妹 带着圣灵的印记 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吧 我不晓得你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 你的心情如何 我想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的沉重 哎呀 为什么以色列人到最后的光景是这样子呢 我们看到约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这个约是两方面 有爱 也有公义 其实我们知道 上帝与我们立这个约 基本上就这个叫做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呢 因为这个约对上帝不公平 好像都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祝福 好像人没有办法给上帝什么一样 我们知道人间的约都是公平的 都是一个平等条约 都是平等条约 这几年我签了很多的约 特别是出版的约 出版书籍的约 这个约里面会提到甲方的责任 会提到乙方的责任 然而我们看到神与我们立这个约 对上帝一点都不公平啊 那没有任何一个公平 好像是一个父亲 他告诉他孩子说 说孩子啊 你这一次如果考试 考了一百分 我就给你奖赏 我就给你一百块 这样的一个奖赏的祝福 这样的一个约定 对父亲而言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神就愿意成全 神就愿意祝福甚至尊荣我们 这是神的约 但是这个约里面呢 很特别有公义 当人被约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的审判 这个约里面不单只是只有祝福 好像美好的事 也会有一些的代价 甚至一些要求 正如刚刚我讲的那位父亲 他告诉他孩子 他说孩子啊 那个家里附近的那个河啊 那个河 那个西边很穿急 你不要过去玩 如果你去玩 我就把你的脚打断 其实打断不是父亲的一个意义 而是代表父亲的爱 他不要说将来有一天 这个孩子去西边玩的时候 然后就死在西边 所以约里面包含这两层面 一个是爱 一个是祝福 但是一方面呢 会有管教 这是约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因为在这种光景里面 以色列人就被刑罚 我们刚刚看几个很重要的两个关键字 第八节他说 他们击杀的时候 我被留下 留下 留下是神的约 是祝福 被击杀的时候 有些人被审判 但是遵守约的人被留下来了 以西节正是如此 另外第九节我们看到说 他们对我说 以色列加和犹大家的罪孽 极其重大 遍地有流血的事 满城有冤屈 各位 冤屈就是什么 冤屈就是刑罚所带来的结果 一个被刑罚的人 往往会觉得他自己有冤情 一个被刑罚的人 往往心中会觉得很大的冤屈在里头 各位我们刚刚讲 约里头会有祝福 神会留下我们 但是约里头会有要求 甚至会有刑罚 而刑罚往往会带有冤屈 冤屈的人 一个作恶的人不觉得他自己有冤屈 但是当上帝审判一灵道的时候 这些人往往会觉得有冤屈 各位 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神的约 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才能够享受上帝 给我们那个主恩的甜美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宝贵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 主你留下我们有你自己美好的心意 但愿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留下来能够继续为主发光作严 在我们的职场 家庭当中成为神 那美好的祝福 谢谢主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